酸汤鱼 酸汤牛肉 酸汤猪脚 酸汤海鲜 万物皆可酸汤的贵阳菜到底多酸爽 平的 凹的 倒扣的 贵阳烙锅里又有多少新花样 指尔根也能做成饮料 道汉鸡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名字 贵阳特色美食 花样繁多 令人眼花缭乱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中国夜市全攻略 贵州贵阳 贵阳 贵州的省会 贵阳的饮食以麻辣为特色 风味上接近川菜和香菜 麻是由几种香料配着而成 辣主要是以辣椒为原料提点而成 咱们贵阳有一句宣传语叫爽爽的贵阳 这个爽包含了六爽 爽身 爽心 爽口 爽眼 爽油 爽购 六爽 这六爽呢对应的也是我们的吃住行油购鱼 所以在贵阳呢可以大玩特玩 大油特油 为了一锅烤鱼 一碗水果豆花 一顿烙锅烧烤 相聚青云露 是无数老贵阳人的回忆 如今老事情的风貌大变样 传统与时尚在青云露夜市交融会萃 可以看见贵阳的夜晚非常的热闹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贵阳最最热闹的地方 青云市集 是的 青云市集在的这条路叫青云路 青云路也是陪伴了咱们贵阳人30年的深夜食堂 现在呢经过改造已经变成了青云市集 烙锅是贵阳人宵夜的首选 大到酒楼饭店 小到街边摊位 随处都可以发现烙锅的影子 贵阳人为何如此钟爱烙锅呢 我们赶紧去尝尝看 我在来贵州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告诉我 你要来贵阳一定会要吃烙锅 对 都说北方有烙饼 咱们贵州有烙锅 比如说有以植尔根辣椒蘸水为主角的 贵州碧节烙锅 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平底锅 它是清镇烙锅 还有水城烙锅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锅是上下分层的 这样呢能避免串味 而且它烙好的东西呢 可以放到锅上面来 这样就可以把剩下的油 立到下面去 吃起来就更加清爽不油腻 烙锅在贵州人心中的地位 就相当于重庆人心中的火锅 贵州烙锅好不好吃 关键看两点 第一 看它腌着的蘸料味道如何 第二 看辣椒蘸水 这也是烙锅的灵魂 熟了的米豆腐热了的 也是有一种 就是出口就会化 它不用嚼 对 然后我们这个辣椒 真的是它的灵魂 你可以还试试这种新吃法 蘸辣椒 蘸一点甜面酱 这样混合着吃 这样就变甜辣口了 用土豆丝 莲花白和少粉 做成的炒三丝 也是平底烙锅必不可少的食材 而剁碎的煎蒸菇与鸡蛋液打在一起 吃起来软糯香甜 在贵阳 烙锅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 不同的烙锅味道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锅叫活油烙锅 一锅两吃 为什么会叫活油呢 我没有看到油呀 大家可以看到这上边 其实是有一碗辣椒蘸水的 现在它是已经有点化了 但是做这个辣椒蘸水的时候 中间会放一坨猪油 然后随着这个锅的温度越来越高 这个油 这个辣椒蘸水的油也会味腾起来 所以它就叫活油烙锅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蘸水会一直地加热 对 活油烙锅的样子很特别 很像锅盖 或者是倒扣过来的铁锅 这也是贵州传统烙锅的样子 活油烙锅分三层 最上面放的是蘸水 第二层是可以涮菜的 最下面一层才是老东西的地方 把这辣椒搅拌一下 你看里边有特别多的灵魂 植耳根 还有香菜 有糟辣椒 胡辣椒 对 而且我真的觉得 这个还真的很有特色 这里边的这个蘸水是热的 而且是一直热的 你看在冒烟了 这会儿已经 然后我们平时吃 比如说吃的肉类太多了 有点腻了 就蘸这个辣椒 它也是紧腻的 各种豆制品是吃活油烙锅 一定要点的 大小不同 形态不同 臭豆腐 包姜小豆腐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八部臭豆腐 它本身一大块 然后人家给它切成小块来吃 对 而且这个臭豆腐的形态 看起来就应该是外皮比较酥脆 然后里边比较嫩 对 烙好的菜品蘸上独家的活油蘸水 香辣爽口 风味十足 在贵阳的青云世纪上 还有一种烙锅也绝对不能错过 这个又是一个新的品种的烙锅 是的 这是咱们水城烙锅 你看这锅和前面我们吃过的都不一样 贵阳的烙锅真的很有意思啊 就是每一种都不一样 然后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设计 对 其实一开始烙锅 它只是起源于 据说是起源于一片瓦片 是在清朝初期的时候带兵打仗 那时候没有粮食了 师兵们就去山上摘一些野菜什么的 然后用屋顶的瓦片放在火上面 就直接这样烙了 所以这是烙锅最初的样子 后面慢慢的演变演变 就发展成了现在的多种形态的烙锅了 无论哪种烙锅 菜品一定要新鲜 新鲜的食材可是烙锅的灵魂哟 然后贵州人偏爱吃各种芭芭 像这个呢是绝芭 在我面前这个 这叫黄芭 哦 黄芭 对 黄芭是贵州前夕的特产 那像这个呢 是咱们贵州安顺的特色小吃 小肠 这个小肠 小肠也是直接烙了 直接烙 对 在安顺呢就是烤小肠 那在贵阳呢 我们就会把它放在这上面去烙 烙着吃 然后它熟了之后会各种跳跳跳 就像跳舞的小肠儿一样 绝芭烙着的过程中要翻得快一点 不然很容易粘在一起 下锅前有点像红薯粉 烙过之后它会变得很韧 绝芭和干蝶简直是绝配 能最大限度带出它本身的香味 干蝶的味道又把它的味道加以升华 小肠和大肠不一样 大肠可能吃它就是比较软糯 但小肠呢它会皮比较脆 然后里边比较油脂比较多 所以它爆出来的那个汁会在嘴巴里爆开 然后像这个辣椒的香味 很脱谈 因为小肠很脱谈 对 和朋友 很轻爽 把发酵好的米汤放入锅中 再放入木姜籽等配料 木姜籽是酸汤的灵魂 必须要放在 也是我们酸汤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灵魂 酸汤里一定要放入鲜一下的西红柿 而且西红柿不能够 最流行的酸汤锅底 再加上黄菜 姜片 糟辣椒等多种材料 一起熬制 一桌子的酸汤美食已经做好了 既有我们之前比较传统的酸汤鱼 又现在比较火热的什么酸汤牛肉啊 还有我们的酸汤帝王蟹 我们一般在贵州吃酸汤鱼 还要蘸我们的灵魂蘸料 没错 这个蘸水呢 是加了胡辣椒 还有烧椒的这个青椒 我就单吃这个鱼肉 是特别特别的嫩 然后很细腻 然后鱼肉里会有一些 淡淡的一种酸味 就很爽口 我们尝一下我们的白酸汤煮的帝王蟹 帝王蟹有很多的吃法 我在贵州还第一次品尝到酸汤帝王蟹 其实用酸汤来煮的话 不会抢掉这个蟹肉 它原本的本身的食材的味道 就这个帝王蟹吃到嘴里 就更加的鲜美 在贵州 万物皆可酸 酸爽浓郁的酸汤美食 是前菜的代表作之一 用酸汤煮出来的菜品 略带酸味 悠香气人 鲜嫩爽口开胃 那我们现在要去吃点什么呢 去吃一家非常有意思的前菜 好吧 我们去尝一尝 酒香不怕巷子深 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走进去 我们来到了一家私房菜 这里会藏着哪些美味呢 现在我要给大家做的是一个 我们贵州地道的 家家户户都在做的 很营养的倒汗鸡 倒汗鸡是贵州十大经典名菜 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土桃的罐子 这个倒汗罐下面是以顶罐来的 然后在这里它从这四边 它有出汤的一个特点 然后上面是一个这样的盖子 然后这个罐子它是在增锋 才产这个罐子 所以这个罐子它本身就叫倒汗罐 所以我们蒸出来的那个鸡就叫倒汗鸡 做倒汗鸡要选用四斤到四斤半左右的本土炮山老母鸡 而配料竟然非常简单 只有小香葱和会水小黄姜两种 我们可以把姜放进去 姜是它是吃心的 也提到提炫的作用 这个是姜 然后我们把准备好的小葱放进去 小葱放进去 对 然后现在我们把洗干净的鸡 也是把它完整的 现在我放进去以后 它完全就是干的 把这鸡完整的把它包在里面 主要是要让它包裹好 这样它的蛋白质就在里面保存得很好 在蒸汁的过程中 蒸汽上升遇到了顶锅的冷气 滴落在蒸波内的鸡肉上 犹如倒汗一般 所以叫倒汗鸡 对 我们就再加冷水 这样它一冷一热 它就容易产生蒸馏水嘛 这个菜其实没得让 914斤 制作倒汗鸡需要慢慢整制 大概需要6到8个小时呢 它的精髓就在这碗汤 先试试它的汤 主要是喝汤的 对 这个汤好香啊 而且这个鸡汤看着上面有一点点油 但喝起来一点都不腻 倒汗鸡鸡汤鸡鸡肉鲜香味道纯正 豆米是贵阳人最喜爱的食材之一 这个豆子应该各个地方都有的 我们这个豆子我们柜州这边叫四季豆 也就是大家叫的红豆 用很长的时间上蒸柜把它蒸 我吃到很入味啊 而且外边的皮是脆脆的 然后里边的豆子是糯糯的 对 贵阳街头小吃摊点兴罗齐步 地方风味小吃非常之多 据说多达一百多种 折尔根是贵州人的最爱 在这里折尔根有很多的吃法 但和柠檬茶的碰撞却很少见到 就算是贵阳本地人也很少喝到 我这个纯纯的鱼腥草植尔根了 柠檬和植尔根的碰撞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火花 尝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能接受 因为我是本地人 我吃惯了植尔根 柠檬水本来就很解渴 然后植尔根对于我们来说就很消暑 所以这两个家上来就是凉上加凉 就特有新凉的感觉 在清云市集里 这家不到20平方米的小店门口 嘻嘻嗓嗓 店内香味扑鼻 这里卖的就是贵阳人见皆知的 淡加香酥鸭 它的做法特别讲究 它要先卤后炸 然后炸完之后 它的切割也非常讲究 讲究一个黄金比例 这样才能鸭肉两面金黄 最后撒上花椒 入口又酥又麻 非常爽口 香酥鸭是来贵阳夜市 一定要吃的小吃 咬一口外皮酥脆 嚼一嚼肉质细嫩 却不乏嚼头 麻而不目 辣而不燥 越嚼越香 没有那么辣 然后有一点点麻 但这个麻呢 是让人比较疏忽的那个麻 然后是那种 越嚼越香 然后越香越想吃的那个 却多亂烤 fry 咬一口胆 但他还有个片片烫 片片烫 对片片烫 一般是煮火锅的时候吃 我们尝一下吧 嗯 这个好脆 怎么样 有点像那个猪油砖 但是它不腻 很香 而且是越 kip 我们要把豆腐捏碎 把它捏碎 捏得很辣 很融的那种 然后做出来以后 再加上香料 然后撒上葱花这些 然后再把它揉 揉得像那个揉面团一样的 要把它揉得特别辣 然后炸出来的话 它就外边是酥脆的 里面就比较嫩滑 把酸萝卜 折耳根 怕不怕 包进去 然后加起来 再蘸一蘸外边的汤汁 它这个汤汁酸酸的 加上这个折耳根 特别清香 加上这个萝卜的味道 就是它又嫩滑 但是又脆爽 肠旺面 肠指的是猪大肠 旺则说的是猪鞋 正宗的肠旺面 血要嫩 面要脆 汤要红而不辣 油而不腻 面脆而不生 若是吃得不过也 还可以加肠 加脆上 加豆腐 满满一碗 居然只要十几元钱 美味又实惠 而且吃肠旺面 讲究三个点 第一 汤宽 第二 红重 第三 老旺 汤宽的意思是 这个汤呀 要没过肠旺面 贵阳人吃肠旺面 到最后都会把这个汤喝干 把汤都喝干 对 对 那么第二点就提到这个红重 红重其实就是表面的这一层油 吃红重的人就是来点这个面 说老板我要红重 那一定是老贵阳人了 对 吃它的味道 第三 老旺 老旺讲的这个血旺了 其实不是把这个血旺煮老 是给它煮透 这样的话有那个吸汤的那个味道之后 它就更加的嫩滑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家位于居民区里的小吃店 据说这里可以将贵州的特色小吃一网打进 我们这里看着非常的丰富 这个地方包含了咱们贵州九个市周的美食 丝娃娃又叫素春卷 是贵阳社的传统小吃 在贵阳的每一条街上 几乎都能看见它的身影 丝娃娃配的菜丝切得极细 红白黄黑等各种颜色相间 酸辣可口 开胃健脾 红糖引子吧 制作方法看似简单 实则考验的是厨师的技艺 锅中加油 加红糖 放入瓷吧 反复翻炒 出锅 撒上引子面 这道菜就制作完成了 织筋桥凉粉 是用桥面做的凉粉 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蘸水 而用整只鸡制作的鸡肉汤圆 是贵州新衣的特色美食 也是咸鲜味道汤圆的代表 还有味道浓郁 口感丰富的江口米豆腐 既能下酒又能下饭的爆炒鸡血 品尝完地道的贵阳风味 不妨再去贵阳的地标建筑 贾秀楼走一走逛一逛 三层高的贾秀楼 屹立在福玉桥 桥下是贵阳的母亲河南明河 灯火阑珊 流光溢彩 灯光水色 焦香灰映 别有一番风韵